不是叫我 Facebook 的哦 现在近期好像我们讲过的东西啊 它还可以用语音 真的讲完脆脆 这不明白什么意思 当然 Shopee 不会跟你讲啦 真的那么厉害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 Mark Goh 我是 JC 今天这一集要跟你们聊的就是 高级 高 什么高级 Facebook 营销 高级班 Facebook 营销 高级班哦 不是叫我 Facebook 的哦 哈哈哈哈 所以有没有打算换名 没有哦 换了的话就学生来复习他忘记了 因为这个是免费复习的课 主要教大家做Landing Page 你去Google Search 它叫什么登录页 不过我自己会教它做Sales Page 销售页啦 如果讲销售页 大家会比较容易接受 它是一个简单又长的 简单又长的Web Site 没有Home Button 没有Contact 没有Services 它只有Learn More 或者Contact Us Call to Action Button 讲到名销售页的话 就给那些要销售的咯 或者那些想拿名单的人 所以这样的话 他们其实没有自己的网站都可以的吗 都可以 就是来上课 就免费的情况之下 帮你做一个你自己的单页式的网站 所以连这个Landing Page都是免费 免费可以用的 其实我们这边有提供 Online 的软件 它是你一个帐户里面 可以做三个不一样的Landing Page 有些人就问三个过后还要免费呢 这样你register另外一个帐户 Email 进去不只有三个咯 你可以三个又三个 三个又三个 十个都可以啦 因为Landing Page 有很多人问我 需不需要Domain 这个免费的话 它就没有Domain给你 但是用Sub Domain 就是你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连结 总之可以出广告用 以后如果你Facebook Instagram 甚至Google的广告都可以用这个连结 如果你之前有上过初级 中级的话 你会懂出一个Traffic 的广告 或者我们用Conversion 的广告 但是广告一定要一个连结 Landing Page 的URL 这个连结放进去这个广告 所以 初级跟中级就是出Post 的广告 对 现在高级做一个Landing Page 那个连结是要放在你的Post里面的 对 难道很多人就问 Landing Page 不需要那种Programming 我不会的哦 我电脑白痴来的哦 我会用电脑上Facebook看YouTube罢了 其实已经足够可以做Landing Page了 因为它就是拉进去就可以改名字 或者你的影片 你在YouTube那边 你可以把你整个影片直接拉进来 你现在看着这个影片都是Landing Page 来的 或者你现在看着这个 问题就是 你做了Landing Page 过后 真的那么厉害吗 能够帮助销售提高吗 因为你进去看了Landing Page 过后 第一个问题就是 它解除那种广告 整天被Block 的情况 常常被Block 的很多时候 很多都是文字跟图片有问题 所以你把那个文字跟图片 换在Landing Page 那边 就会大大减少被reject的问题 但犯法东西当然不可以啦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那种比较敏感的字眼 在还没有来上高级班的时候 需要懂设计的技巧技术 或者是文案写作的能力吗 其实不需要啦 如果有的话会加分 加分啦 本来你可能就有很多那种 Destimonia 我们会跟你讲放怎样的内容 而且有一个Structure 怎样跟着那个Flow 比较有conversion 高的Landing Page 出来 然后再加上很多人听了 不明白的东西就是Pixels 把那个Pixel 加进去 Pixel 其实是一个追踪器 就很简单 今天你去Shopee 看东西 你看一个手机 等一下一关了过后 在Facebook 又出现回那个手机的Shopee 广告 它怎样做的呢 当然Shopee 不会跟你讲啦 它是有一个Pixel 我们就用这个技术放在我们的Landing Page 里面 潜在客户一进来看到你的Landing Page 过后 没有买 没有联系你的话 它就经常就看为你同样的广告 或者你用另外一个广告追它都可以 就是现在我进来是双十一 Promotion 它进来问你有没有买 但是我知道有一班人进过来 我双十二 圣诞节 新年我就追这些人 形容得很贴切 Pixel 之前我一直不明白什么意思 现在近期好像我们讲过的东西 它还可以用语音哦 三年前跟你讲 人家讲我谁谁的 它是语音捷径 这边有电话 你一直讲你要买EM 你要买BM哦 他等下看BM的 所以这个也是语音的Pixel 语音的Pixel 它没有公开 它会抓我们讲的键 想要买一个相机 等下就会出来了 Sony 一定跑出来的 Sony 啊 Canon 那些一定跑出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连讲话都会成为 商家可以追踪你的一个武器 除了Landing Page 跟Pixel 的配合 我们还有那个自动回复信息的软件 开始我们是给学生免费使用的 如果你半夜三更有人inbox DM 你的话 怎样可以自动化回复它 不用半夜三更来回Message 这个也是非常多学生使用的 尤其是一两个人工作的 来不及回复的 就是要用到这个Chatboard 听到吗 这个技术也是免费的 学生付钱给我上课 我就尽量找那些不用付钱的软件教学生 太棒了 你们还等什么 如果你有兴趣学习Landing Page 加Pixel 加Auto Reply Chatboard 立刻点击以下连结 我们到此见 拜拜